大家应该都感受到近日天气越来越热 天文台星期一上午11点45分发出今年第一个热天气警告 西贡更加高达34点2度 但星期二天气又会变得不稳 广东北部这里有一道厚实的云带 其实它是和一道低压槽是相关的 我们预计低压槽电脑预测图看到 去到今晚至明早的时候有机会横过沿岸地区 为我们有机会带来一些骤雨和雷暴 另外今年第二个热带气旋马蛙预计下个星期会靠近台湾南部 或者不准直迫日本 移动路径仍然存在变数 准备去日本或者台湾的人要注意了 而天文台表示 未来九日内在本港120公里范围内经过的机会低过10%